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一个人有没有政治背景呢? 我觉得就是以片概全 我是认识蔡若延的 也做过《教师梦想基金》第一届评审 蔡若延真是有心 他做过程序,他明白教师的工作压力 所以他才搞过《教师梦想基金》 希望教师在工作压力之余 都无忘初冲 想起一想 你最初做教师的时候 没有什么梦想呢? 然后就帮老师突然梦想 这些是很实质帮到老师的 而且在评审阶段来说 有很多校长参与 那校长为什么会参与呢? 都认同蔡若延这个理念 现在教育界 有很多问题是急需解决的 我就不想这么多政治失败 教育局里面 那些高官大部分都是AO出身的 即是政务官出身的 反而可以这么说 就算现在局长杨远红 专业资格都不够蔡若延这么高 这么强 所以杨远红才找蔡若延 是帮助他 是不是? 好了 另外呢 我又处理个质疑 究竟华民有没有推荐过一些人选 几十多的考虑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远红